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繼續出席 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她在第三屆一帶一路達沃斯論壇 自開幕辭示說 香港在國家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 發揮多項獨特作用 未來也會積極為一帶一路建設作出貢獻 包括促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 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雙通 林鄭月娥又出席香港交易所舉辦的早餐會 向來自投資銀行和金融企業的與會者 介紹香港在金融服務業的最新情況 另外林鄭月娥早會見越南總理阮春福 她說香港和越南近年經貿合作更趨緊密 為了加強兩地人民聯繫 特區政府日前決定給予持越南外交或官方護照人士 免簽證入境待遇 希望對方也積極考慮 為港人到越南公幹或旅遊提供更多便利 昨晚林鄭月娥出席由香港企業舉辦 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招待會 介紹大灣區發展的各項有利條件 包括中央政府的支持 區內各城市聯繫日益緊密 彼此民心相通 中央政府的選擇 中央政府的選擇 對方有利條件 各領事運作都要翻譯 2017年在某一個臨時 欠償的中央政府的設備 小學生 中央政府的選擇 中央政府的選擇